它是一款8核3G比16G内存搭配的一款智能手机 但它的屏幕是虚化MLO 但明显的是它比较起来呢 颜色并没有过分的亮度 双卡双带双4G以及3加16G的内存起床 而零售价格呢 目前还暂时保密 就像大家今天如果看人民日报的话 Vivo它包下了4版广告页 那4版广告页呢 Vivo X5 Pro的它的具体零售价格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X5 Pro 它在功能上面的拓展 一个是它的人脸识别技术 而通过人脸识别呢 就能说用过眼球的识别来感受 开启相对应的应用 这个功能是比较特别对隐私保护的话 来得更加的密切 而另外一个呢 是超轻画质采样 虽然是1300万像素 但实际上如果经过一个超轻采样的拍摄之后呢 能提升到5200万像素画质 另外前置摄像头同样具备超轻画质采样的功能 也就是说虽然是800万像素 但是你通过一个采样之后呢 可以抵达到3200万的像素 而对于这两点拍摄的话 Vivo X5 Pro更多的体现方面我们能很清楚 它在拍摄上的功率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碍于它是Super AMO的屏幕 我们可能还在它的整个屏幕的显示效果上 更多利于我们使用者的观看眼球 所以碍于这一点 我们就更多的说这款手机如果是情侣之间的使用 可能更加合适一点 并不说作为一个后期调教的拍照手机 并不是特别强调 而更多的重复一遍 是针对我们个人的使用感受来更多居多 手品 对我们要强调一下手品 它一直经厉强调了手品的那种感觉 我们可以仔细的观看一下它的中框 另外一点说一下稍微在上手上感受到不足之处 也就是说它前后使用的是2.5D弧度屏 2.5D弧度屏幕 工艺虽然好了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大部分的指纹残留 所以你必须要带一个保护套 可能更加的合适 或者建加一个保护膜 OK 这里是FUNTYU为你带来的X2POR现场上手